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而YouTube上一段超过2500万点击量,关于一只野生海龟的视频,更是深刻改变他们其中很多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喝饮料的方式。 这段拍摄于2015的录像,进入了美国德州农工大学Texas & M. University的海洋生物学家Christine Fibiner和她的同伴拯救一只野生海龟的全过程,他们在海上发现了这只可怜的海龟,她的鼻腔里有一段白色的异物,于是Christine的同伴用随身带的镊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该异物从海龟鼻子里拔出。 这期间,海龟痛苦万分,雌鸣的挣扎,鼻子更是大咕大咕的流着鲜红的血,让人不忍直视。 那段义务,是人类丢弃的一只长四英寸的塑料吸管。 你可曾知道,英国一年的塑料吸管使用量高达44亿只,而美国人每天使用的吸管数量更是达到惊人的五一只。 塑料吸管无法生物降解,也无法回收利用。 一旦被丢弃,或者填埋,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最终都会流向海洋,并被海洋生物错荡为食物而吞噬。 National Graphics上发表于2018年5月26号的一篇文章,The Death Last Star给出了几组非常让人不安的数字。 每年有超过100万只海鸟和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因为海洋中的塑料而死去,有超过42%的海鸟种类,22%的精类和豚类。 很多的鱼类,它们的身体里或者身上都发现了塑料。 这篇文章同时也下了一个大快人心的结论,塑料吸管自己也快成为了瀕临灭绝的物种。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开始全面禁止塑料吸管。 这其中包括,Sito,Washington,Miami Beach,Fort Myers Beach,Malibu,Davis,San Luis Obispo等等,WSJ几天前的文章, New York City Subdrainters, your plastic straws to be an endangered species by Mariela Magna,5月24日,2018, 报道了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也即将推动立法禁止塑料吸管。 与此同时,还有越来越多的商业机构,比如Fort Seasons酒店,Marie's酒店等,都在跟进这场灭绝塑料吸管,保护海洋和环境的运动。 说到这,Fort Seasons在告诉你,有这么一款可折叠,可重复使用,材质唯不锈钢,家用及TPE的便携式吸管。 它在Tickstarter上众筹30天,便获得38,443个支持者和高达189.49万美金的筹款。 你是不是就能理解这背后的狂热和支持了? 这个取名叫Final Straw的吸管,它本来筹款的目标,只有不过是区区的1.25万美金,没想到一不小心就超了150倍。 需要多提一句的是,Final Straw的众筹整体设计,可谓是教科书级别的,从视频的利益,到GIF浮片,从塑料污染的背景知识,到产品细节的展示,非常的明快简洁,直达人心,不愧是一款看了就让人心动的Burgers。 除了产品本身之外,Final Straw还有一个很牛的设计,它会随吸管,附送5张下铺中的小卡片。 你在外用餐时,如果发现餐馆还在提供塑料吸管,你就可以在附账时,留下一张小卡片提醒店主。 塑料吸管危害环境,请只在必要的时候提供。 看完图中这段话,真的都不好意思,不掏钱买Final Straw,不去用小卡片,推动静用塑料吸管运动了。 We are the ones who created all these problems,we have to be the ones to solve them,我们是塑料污染的始作俑者,应该由我们亲自来解决这些问题。 结束于EcoStrauss有了上述的背景知识,相信EcoRestanceable,具有环保意识的跨境电商们, 已经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选品机会。 在这场正在发生的环保革命中,每天数以一息的塑料吸管,即将留下的市场空白, 我们可以以怎样一种姿态来拥抱这个商机? 玻璃的,不锈钢的,硅胶的,纸的,生物的,竹子的,空心面做的Forest,可没有开玩笑。 上面National Geographic,文章里专门提到有家猪的饭店,正在尝试用空心面做吸管。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都有谁,都是哪些聪明的电商,挖到了第一桶金,一段货,可降解的纸质吸管。 14.57美元,1398个,停价4星,Eco Attire,品牌名取得不错。 不锈钢吸管,15美元,755个,停价5星,仅剩20库存。 微胶吸管,14.95美元,411个,停价4.5星。 。